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96集 畜生 黄昏 残阳似血 许秦安看见身前是颇为丰盛的佳肴 桌边坐着气质温婉的老妇人 一个年轻人 一个清秀女子 以及两个年岁各不相同的孩子 他们是郑心怀的家人 我现在是以郑心怀为第一视角 在回溯他的记忆 有过一次共情的许秦安 立刻产生名误 他静静听着郑心怀训斥儿子 郑心怀有两个儿子 长子走了仕途 得意于郑心怀的教导 官声极为不错 前途无量 次子是个顽固子弟 整天熬鹰斗狗 无所事事 又因为郑心怀家教慎严 这位次子不敢做欺男霸女之事 连顽固子弟都做不好 一事无成的废物 今日呢 郑二公子在青楼喝酒 与一位军官起了冲突 被人家狠狠地暴揍了一顿 郑心怀呵斥赐子 急言力色 郑二公子不服气 委屈道 爹 我只是去青楼而已 是那个匹夫主动挑事 非我惹事啊 我有什么错 是啊 逛青楼有什么错啊 许青安为郑二公子鸣不平 父亲 我想回娘家一趟 下个月便是我爹六十大寿 这时候 儿媳妇开口说话 郑心怀还没开口 次子连连摆手 你疯了 最近外头蛮子闹得凶 楚州城又离边关怎么近 胡乱出城 半途遇到蛮族优妻怎么办 他脸上充满了惊恐 训斥不知死活的妻子 郑心怀怒道 贪上怕死的东西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废物 徐青安看不见郑心怀的脸色 但是在共情的情况下 他能体会到郑心怀恨铁不成钢的愤怒 他对这个次子既失望又无奈 只觉得对方一无是处 连长子一根头发都比不过 这时 一个身穿轻甲的汉子 急慌慌地奔进内厅 他背着牛角弓 腰垮长刀 正是李汉 李汉连声说道 大人 猥琐的军队不知为何突然进城 大肆集结百姓 不知道要做什么 郑心怀吃了一惊 有些茫然的追问 猥琐军队集结百姓 在何处集结 是谁领军 集结百姓大屠杀 徐青安心里一灵 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然后听见李汉说道 百姓被聚集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领军的是都指挥使 护国公雀永修 他现在应该在南城那边 郑心怀放下筷子弓身说 背马 本官要去看看 通知朱先生 陪我一同前去 当即 郑心怀带上府上的客卿 骑马奔向南城 沿途果然看见 猥琐士兵压戒着百姓 组成队伍 不知要去往何处 住手 你们要做什么 郑心怀大喝制止 皮肩直锐的士兵们冷冷的看着他一言不发 郑心怀又贺问了一遍 仍旧无人应答 他心里涌起不想预感 没有继续与底层士族纠缠 猛的一冲马鞭 沿着街道向南城方向狂奔 寻着沿途的士族 郑心怀很快抵达目的地 他看见了黑压压的人头 粗略估计足有十几万人 有市井百姓 有商骨 甚至还有衙门里的立员 这群人被聚集在南城的一个荒地上 摩肩擦中 数千名皮肩直锐 或被硬弓 或挂军弩的士族把这群人团团包围 郑心怀目光一扫 锁定高居马背的都指挥使 却永修以及他身边十几位过着黑袍的密探 郑北王的密探 郑心怀眯了眯一眼 沉声喝道 郑国公 你这是作甚 呦 正不正使 你来得正好 却永修的独眼 冷冰冰地看来 郑大人 蛮族屡屡入侵边关 烧杀劫掠 你知道 这是为何呀 郑心怀不明白 他为何有此疑问 皱着眉头 至于你集结百姓有何关系 郑永修手里长枪指着十几万百姓大笑道 当然有关系 身为大凤子民 自当为大凤边疆的安稳 鞠躬尽瘁 死而后遗 为大凤国座连绵 抛头颅 洒热血 正不正使认为 本宫说的 可有道理啊 啊 莫名其妙 郑心怀正要呵斥 忽然看见 雀永修一家马妇 朝着百姓发起冲锋 扑的一声 他长枪捅入一个百姓胸口 将他高高挑起 鲜血泼洒而出 枪肩上的男人痛苦挣扎几下后 四肢无力下垂 场面顺渐大乱 周遭的百姓惊叫起来 而更远处的百姓 没有见到这血腥的一幕 物自茫然 郑心怀目自欲裂 却永修 你敢滥杀平民 你疯了吗 独争要开始了 徐青埃已经知道 接下来的剧情 他通过共情 深刻理解到此时 郑心怀的错愕和惊怒 郑大人 别急 马上就轮到你了 郑永修斗手甩掉枪尖的尸体 大手一挥 放箭 数千名甲氏共同弯弓 对准集结起来的无辜百姓 修修修的 扑天盖地的箭矢鸡饰而出 匿急如蝗虫 如暴雨 每一根箭矢都会收走一条生命 一个个百姓 众箭倒地 发出绝望的哭喊 生命宛如草剑 这其中包括老人和孩子 侥幸躲过第一波剑雨的人 开始逃离这里 但等待他们的是精锐 士族的土刀 身为大凤的士族 砍杀起大凤 百姓毫不手软 百姓们惊慌起来 吓得跪地求饶 他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大凤的军队要杀他们 为什么这些束手边关的将士 不去杀蛮子 而是将土刀挥向了他们 噗的一声 土刀落下 人倒地 鲜血剑舍 士族们并不因为他们求饶和下跪 而有半分的怜悯 混账 你们在做什么 我是辅学的学子 秀才功名 而等屠戮无辜百姓 罪大恶极 一位穿青色如山的读书人 脸色发白 但是勇敢地站了出来 站在百姓面前大声 呵斥士族 不远处 一位使掌枪的一声抽出佩刀 凶狠地 捅进了书生的胸膛 温热的鲜血沿着刀锋流淌 书生盯着他 死死地盯着他 许清安感觉自己灵魂在颤抖 不知道是源于自身 还是郑兴怀 大概都有 杀光所有人 不留活口 薛永秀扬起长枪 大喝道 不留活口 当然也包括在场的正不正事 数名密探抽出兵人 气势汹汹地朝正不正事杀来 兴朱的客秦 沉腰下垮拳头燃起 透明火焰般的气急 扭曲空气 豁然击触 一位黑袍密探不退反击 五指宛如利爪 射住呼啸而来的全警 猛的一丝 呼的一声 大人 全警溃散成飓风 兴朱的客情留下来断后 其余侍卫带着郑兴怀 往政府逃走 马匹急驰而去 郑兴怀最后回头 看见数千士族弯弓尽射 见识洞穿百姓身躯 看见士族挥舞佩刀 斩杀一位抱着孩子逃亡的母亲 看到薛永秀高举马背 独眼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生命就像草剑 主生 徐清安听见了心声 分不清是自己的 是李妙真的 还是郑兴怀的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